歡迎大家收看 歡迎所有NOW T觀眾收看 娛樂審死官 娛樂審死官, 審盡娛樂真假事 哪有人說真話, 哪有人說謊 現在不說我, 娛樂審死官 我就是這個法庭的審死官, 梁思浩 看看這星期出動我們法庭的 娛樂專家吧 Kawaii, 經理人及電台節目主持人 潘小文, 娛樂版資深記者 春麗, 歐建良, 娛樂版資深攝影記者 連俊, 心理學博士 爆兵, 高登巴打 好, 歡迎五位娛樂專家 當然歡迎你, 至於你 我也要感謝資料員周攝 是, 今天準備了爆料 因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真相要爆出來 不但真相, 還要大家表態 你明白嗎? 我要你們心目中要表態 是, 我愛你的 謝謝, 好 我會支持你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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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你有多少愛我 我也要說過這星期 最注目的封面表題 我會支持你愛你 你可以做幾個月 因為你去試試看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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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周杰倫, 海逸開P 富嘉莉, 南美應照 三周汗 北京男友亡命飛車求婚 周海眉, 站硬, 不分不育 好, 看完這星期的封面 我只想跟大家說, 沒什麼特別之餘 但有件事不僅是你們愛我 觀眾也很愛我 經常在街上遇到觀眾 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有一個題目 這麼久都不肯討論 我們不是怕這個題目 我們也很想討論一下 為什麼藝人會討論政治 所以這個星期 我們嘗試討論這個題目 看看題目 藝人論證, 有危, 定有機 我很少說政治 當然, 既然有觀眾就問 為什麼我們不嘗試討論 藝人是否應不應該說政治 我也想問問你們的意見 你覺得藝人應不應該說政治 我覺得不應該 因為你是經理人 你不讓旗下的藝人說政治 最好不要涉及那麼多 阻礙性 因為有不同的政黨 也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如果你去挺一邊的時候 你另一邊一定會有很多意見 去針對你 變成為一個針對的目標 除非你挺那個黨 兩邊一起挺就可以了 好像現在長同草 挺完那邊, 又挺那邊 藍色又綠色 真的很難搞的 你明白嗎 阿Way說得對 這樣有一個很可恥的行為 很可恥的行為 你先挺完這邊再一邊 人家會覺得你有沒有搞錯 你要是從來不說 所以我真的覺得不好 還有藝人說不說政治 我某程度上很決定 那個藝人有沒有智慧 尤其是有些藝人 他不了解那個詳情 然後他說了 反而他就算他撐民主 他也抽錯水 給別人習慣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說得對 就是有時藝人亂說政治 反而露了他不懂事 沒錯 見底 當然, 如果你說得厲害 我任由你說 但你說得不厲害 就不如不要說 是嗎 笑話 這是驚慨陳詞 不是… 驚慨陳詞 剛開始 你想走嗎 觀眾也不報告你 是 當然, 看到藝人說政治 有沒有資料顯示 有, 其實以前的藝人 很少表態自己的政治立場 不過隨著現在網絡世界 越來越蓬勃 他們可以用微博、臉書 發表自己的意見之後 他們開始為上面 寸一寸自己的意見出來 還有其實近這一兩年 是比較多了一些 很具爭議性的政治活動 所以他們紛紛出來表態 可以給大家看一些例子 有哪些藝人出來表態說了話 有哪些是說了之後 被網民圍插的 Hi TV Search 以往藝人對政治是隻字不體 不過近年他們的態度就慢慢開放 像2012年特首選舉一樣 黃秋生公開支持梁振英 另一邊的唐英年 就得到周星馳和黎明力撐 星馳一句不會跟蠢人做朋友 還成為一時佳話 藝人除了身體力行撐隨之外 亦開始用網絡平台 對敏感議題發表意見 而上年的反國民教育行動 就得到黃秋生、杜汶澤、張敬堅 李嘉欣、容祖兒等等 超過40位藝人在網上升滿 今年的七一遊行 亦得到很多藝人參與表態 黃耀明和何韻詩更放下藝人身份 雷同大愛同盟代表擺街站宣揚同志平權 爭取反省傾向歧視立法 不過政治始終是敏感的話題 藝人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引起風波 上年黃遠芝在Facebook寫了一句 我討厭政治 就被批評對社會莫不關心 劣評與潮 而今年有17萬市民普選產生的應界港姐 陳凱琳 發表了支持普選的言論之後 片段不僅被新聞禁報 亦被曾志偉批評港姐不應該論正如收口 近日阿姜鄧子奇 在一篇訪問中向特首梁振英大喊加油 更驚訝反對派經常要特首下台 馬上當網民圍剿兼呼籲罷買她的唱片 因為一句話就有這麼大的迴響 令不少人認為藝人都少參與政治為妙 看完之後馬上要問一個問題 叫做連博士 為何近年你發覺藝人 這麼勇敢將自己的政治動向 告訴大家 但以前不是很敢的 其實應該說社會風氣變了 以前我們說八十年代之前 我們很多時候說香港的人 是社會的政治冷感 但之後慢慢越來越 可能九七問題、回歸問題 大家關心了 也都報道多了、多了渠道去說 所以我們看到這幾年 就多了人走出來 所以這麼合適這群是藝人 所以我們會注意 因為以前不會的 我想問高登方面 藝人說政治 是否會得到你們認同 或者合適你們口味 你們會愛他多些 這個某程度上 我們要好看藝人說了些甚麼 我舉個例子來說 杜汶澤和阿Jem兩個例子 其實大家所說的都是叫他加油 但一個是罵他一個是插他 你要說的話題 在某程度上我覺得 杜汶澤的票房為何這麼高 就是因為市民覺得他是一個感言的人 欣賞他 反而可能更加支持度更高 他敢言得來 杜汶澤以前是做電台 他可能說他裡面言中有物 這個世界 你說話 別人都說話 但你怎能夠說到言中有物 這個就是你高的地方 當然低的地方 人們就會 嘩 不是吧 這樣都說 這件事很特別 我想問兩位傳媒朋友 就是春麗和小文 藝人說政治 你們會報導多一點 我看到你們報導很多 我們做記者 最重要的是藝人甚麼都願意說 唯恐天下不亂 我們才有新聞 越爛火頭你越開心 沒有火頭我們便沒有事要做 OK 是真的這樣 如果他不說話 那不會再有娛樂版 不會再有報紙 你牽涉到政治的題目 很多時候都是 某一、兩份報章才會做大 是 都不是愤愤愉悠慢做的 因為適合他們的口味 沒錯 因為他們的內行 報章的氣氛都是比較… 報格是這樣的時候就是這樣 看的人都是比較表態、反對 我想問一件事 這個題目很重要 如果藝人表態了 他支持哪一邊 但某些報章 是不是就會封殺他 我想他不會封殺 不過會是秘技盡量 因為譬如現在的報章 有兩極化 譬如比較中資的 即大什麼、文什麼那些 他們就真的很謹慎 很明瞭 我想不會封殺 你也很謹慎 你這樣很害怕 就是出桌 我都要回台灣去吃 不是 我一個藝人 他仍然是 他的身份是藝人 他就算說完一些東西 記者要用的就拿你那句 不要用的就繼續用回其他都行 我想這個是因為我做了主持很多年 也做電台節目 我經常覺得我永遠都要站在中立的位置 我兩邊的意見都聽 我兩邊都接受 因為等於你要站在中立的位置 聽完這邊的評論 聽完這邊的評論 你要給一個機會 任何一個人 而我們曾幾何時有個前輩教我 因為我前面有個麥克風 而別人沒有 我當然要告訴別人 你都要站在中立的位置 才有人肯聽你說話 你有否有政治背景 我怎樣為止有政治背景 其實都想問一下 是不是如果有些大事大非發生 例如是一個國民教育事件 例如可能黃秋生他們穿了一件黑色衣 打了一個交叉 那這些是不是政治表態了 可能他只是對於一件事 純粹是一件事 你問我其實我多年參與過一件 一件很大的政治事件 拍過你… 當年我們因為法治內心 覺得那件事不公平或不對 我們想去爭取一些甚麼 我還記得新聞片裡拍到誰 除了我梁蕭之外 還有張曼玉 豆豆…就是邱淑貞 還有羅美薇 我們走前面一直在爭取民主 就是要幫一些學生 那次我們全為自發性 也沒有甚麼政治動機 只是想爭取一件事 剛才你說的 是的 我想爭取一件事 而之後怎樣呢 我們也是爭取一件事 是的 因為跟一些藝人不同 譬如可能有些藝人 他自己是偏向某一種政黨的取態 但是會覺得 他們為一些民生爭取一些福利 他很支持他 他會很支持他 那這些會不會才是 可能是法官所說的 政治的取態呢 就是剛才… 這就是政治取態 永遠的人說甚麼 你都不支持的 他永遠都是說不 這就叫政治取態 我想問問 這個問題大家要想一想 我希望觀眾用一點點的智慧 去看我們這個節目 平時我們都有智慧的 但事非偏多,好嗎 但當然,今天有無限的資料 告訴大家 我自己也想笑 小心點… 不,小心點之餘 還要大膽點說 這件事很正經 你們自己有沒有政治背景 先表態吧 我沒有 你沒有 我屬於柔的 是,你屬於柔的,好 不要緊,說吧 沒有 中立的,連博士呢 有,不要緊 中 出櫃吧,你一有 中立的,好 阿Wake呢 我們通常都是支持普選的 我們有問題 沒問題 在我這個前面 無論你們是甚麼 都可以發揮你們的 真實的真心話 當然了,真心話的娛樂節目 一定要看我們娛樂審死觀 因為一個絕對講真相的娛樂節目 稍後回來 歡迎大家繼續娛樂審死觀 今天的題目就是 偽人論證,有危定有機 當然問一下幾位 他們呢 你覺得表態 有些支持普選 有些中立 整件事,我們不要只針對香港 其實國內都有些政治的show 又或者馬來西亞 東南亞都有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馬來西亞的政治show 我知道當中 你又牽涉女裏面 又是我 為何會搞到這麼大件事 其實最初去做這個show的時候 當時沒有說是牽涉政治的 最初去邀請那些人 他們馬來西亞怎麼打給你去找藝人 他不僅僅打給我 不僅僅打給我 還打給幾家香港不同的agents 或者是經理人 他說邀請一些歌星 去他們一個party 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很大型的活動 這個大型的活動 就像是演唱會模式的馬拉松 有很多人一起在唱歌 就是巨大show 但他沒有說過 說要有甚麼政治成分 是 沒錯 但是當第一次去到的時候 有些人下了飛機 去到演唱會場地 他們看到原來那邊正在選舉 還有他們的banner 是支持某一個單位 那時候他們就知道 糟了 糟了 有些星 例如梁詠琦 五月天等等那些 都立即沒有做就回來了 也沒有上台 即時決定 想不需要賠錢給別人 跟經理人溝通 即立即他們有權力 是 是 是 即賠錢這些就後話了 但是接著 其實他們有三次這些活動 第二次活動就打到我那邊 就說你們還會不會有 台灣星 其他地方 因為他們見馬來西亞的歌手去 已經不會參與 是沒有馬來西亞歌手 有 但是比較少 比較少 因為知道是甚麼事 所以他們就求海外 還有他們看那些 一般的市民 都希望喜歡看到外地的東西 沒錯 所以他們就請外面人 那他們請多少錢 價錢很理想 他就說 任我開 這個就是政治… 任我開 但如果真是一個普通的表演 不會任你藝人開 沒錯 這就是政治裡面的配合動機 對 這麼開心 任你開 可以高達到多少 或請一個藝人 他說可以達到三百萬左右 三百萬請一個星 對 成功是幾千、幾千萬 這個跟黑票沒分別 是…明白 是黑金政治 絕對是 但是他沒有要求一樣的 工藝人來到拿了三百萬 唱完歌之後 你要支持甚麼政黨 有沒有聽對方要說 他沒有說過 沒有標語要你叫的 他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 但是後面全部貼上台 對 但是那個人會出來拼其仔 就是旁邊那些競選的人 在選民的角度就覺得 你為他站台 我們這群喜歡的藝人 都已經站在他那邊 那個有動性式的拉票 希望自己的粉絲也跟過去 不過有陰謀論 是他們說的 不過我不知道Final是否真的 因為他用這些歌聲 明星等等來站台 這個show是免費的 他們來看 免費 但是他們每一次 每一個人入場的 都要登記身份證 沒錯 噢 那就是有陰謀論 絕對 你不能夠說這些人 是純粹為了一群人聽歌 其實香港前一陣子 都發生過 就是那個所謂啟德那個 啟德的show 其實後來被人說 說他有政治目的 其實背後就是很近似 但是我想問 你們相不相信 我當然有我自己立場 你們相不相信 參與這個show的香港歌手 其實不知道是甚麼show 因為這個說給我聽的人 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 所以他說 你知道看這個show 看你們那些外國歌手來嗎 我們要登記新聞證 登記地址 電話等等才能進來 雖然是免費 所以他們大家都覺得有問題 有交換條件 是的 絕對有問題 當然資料裡面 也有些顯示 這些叫做音樂show 其實背後有政治動機 剛才卡瓦儀說了 梁永祺和五月天 遲演了 那些歌迷都讚好 不過可惜 有些香港歌手 包括李克勤和譚詠倫 他們都有去到 回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挺無奈的 還有剛才春麗也有提過 其實之前香港 都有一些類似 有政治意味的一個音樂會 亦都搞到香港有兩個本地樂隊 都是有些不歡而散的收場 給大家一些資料看看 HIGH TV SEARCH 校長還罕有黑面兼無奈地說 繼續演出的原因是為了履行合約 黑勤、草蠻 回程的時候都被答所有政治的問題 把口守得這麼密 似乎有些說不出的苦和無奈 另一件爭議的演出事件 一定是慶回歸的香港巨蛋音樂節 正因為《撞席》7月1日舉行 被指是維穩show 雖然主辦單位陳淑芬強調 和政治立場是無關的 不過搞到簽約演出的樂隊 Mr.和Rubberband一身矮 他們更加發聲明道歉 表示事前未了解背後潛藏的目的 和後果 成果會捐出歌手 兼事後參與遊行 才可以平息多麗的不滿 看完之後馬上要問Kawaii的一個問題 知道你跟阿毛啟燕很熟悉 整件事在馬來西亞那邊 就說他因為他是馬來西亞人 他參與了這個show 當時唱馬來西亞人就搶他台 但這件事有沒有影響他的心情 其實沒有的 因為他去接了這個活動的時候 他的心態就是 他沒有說想支持哪裏 只不過是那個單位邀請他 其實他另外一個單位邀請他 他都會去 還有他是想說希望 叫多些馬來西亞人去搞好馬來西亞 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他始終都是在馬來西亞出生 但大家就以為他是別的地方的人 這樣而已 所以他做完之後都沒有什麼大影響 只是那段時間很多人說他 之後他在馬來西亞開演唱會 都依然有很好的成績 我經常覺得牽涉到政治 這個藝人要很聰明 如何危機轉變 要處理得很好 但這次我看到Robert Ben和Mr. 好像處理得很好 特別是這次 因為我覺得Robert Ben 其實都不知道是被人滑了 在那個情況下 Robert Ben在show前 趕印製一些黑色T恤 表達自己其實是抵制這場show 但愛於合約的關係 他就必須要上台 之後就更加去參與過遊行 其實會被網民一次贊同 贊好 因為有一種心在草刑 心在汗的感覺 報紙頭條做幾天 做幾天都好 是非常有意義 即是說現在也不要緊 因為其實你們或觀眾都明白 我們藝人是在賺錢的 明白的 是否明白 絕對明白 很成熟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吃就一定要賺錢 難道餓著你遊行 怎麼走呢 不是,明白的 很多人都明白的 但是就是你政治的取態 但現在好像要被迫 有一點表態 是 是 對嗎 沒錯 我想問一下 你們作為傳媒 會不會剔出哪些是表態 哪些未表態 你們會問他們 我想有幾種 有些藝人很主動表態 有些可能娛樂版會有興趣 就是一些有份量的藝人 他們是被迫他表態 因為他們的表態 是很影響… 譬如… 譬如可以拿來做投票 對,或者是一些大的藝人 大家就很想被迫他表態 譬如他好像成龍大哥一樣 其實只要他一表態 就糟糕了 那就是被迫他表態 即是你因他而已 你不問他就可以 不,因為他的態度太明顯 他的名氣太大 不問他不行 而且他之前也有 連範多宗的表態失誤 看看他會否再說一次 神經病 會有這些想法 還有一種問題 你不表態也是一種表態 你明白嗎 當你不表態 人們就當你是反對… 他就變成了你 這樣就更糟糕了 不會… 你會被安排歸邊嗎 是,會 我做這行這麼多年 你會否覺得我表態度是怎樣 不會… 你表態要合作 所以你就是做法官 你也算是要中立 所以你會給他中立 不是合作,你問Kawaii 我除了做電視節目 我拍電視劇之外 我還做主持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做電台 電台永遠… 我無論請甚麼嘉賓 我不會幫到一邊 甚麼是人 因為有兩邊的聲音 我能請你,我便會請你 因為如果我只放你這邊的聲音 不放你這邊的聲音 我覺得對人不公道 好嗎 那你自己的取態是甚麼 中立 這個位置才難做 但我看到你心裡有一團火 不是,這個位置很難… 你久不久都會表達了一種悔劇 你就是所謂的佔領中間 不是,我不是佔領中間 我醒了 你問了Kawaii 你問了Kawaii 我才是佔領中女 我才是佔領中女 你明明心裡有一團火 不讓自己爆出來 沒有關係 這件事我不知道 不知道作為廉進博士是怎樣的 我們很小時候 我們的前輩教我們 我們作為一位戲行的人 我們叫做娛樂圈 娛樂圈知不知道吃甚麼飯 四方飯 這句話大家都明白 如果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在戲棚 要搭台去哪裡做戲 難道你只是做戲給有錢人看 窮人沒得看嗎 窮人只是窮人看 有錢人沒得看嗎 他就搭台上,大家都來 是 總之我是藝術表演者 明白 我不管你們是甚麼政黨 貧與富、男與女的年紀 我只是表演我的藝術 對嗎?對… 就像你賣食物一樣 甚麼政黨我不賣給你 不會吧 你想想,你不搞政治 其實政治也會來搞你 其實應該這麼說 政治和生活基本上是很難分割 不是,我絕對關心政治 我看了很多報章 我每件事都會自己評論 但在心中 沒錯 這樣很重要 其實有一個尷尬的位置 就是可能剛才的表演 你參加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有政治取態 去到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有政治目的在 譬如簡單來說 你跟Kawaii之前是一個官台去做 那會否其實那個台會逼你 有甚麼應該說 有甚麼不應該說 我沒有 是一個環境… 不會,我甚麼都敢說 我不知道Kawaii 你呢 但我記得我們那時做節目 尤其是在一些選舉的時間 他說除了選舉那段時間 他們可以上來拉票 因為都好像你所說 各個黨都要上來 各個黨都要給他們時間 之後我們是不可以再說 關於他們這些選舉的事 直至他們選員為止 都挺多的指引 是 指引我們讀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觀眾明白不明白 有時候假設周涉是這個黨的 而小民是這個黨的話 但參選的人原來有六個 我訪問完他,訪問完他之後 是要訪問完 我都要把其他人的資料讀一次 對… 因為在公平選舉之下 對… 何謂公平選舉 一定有人站在中間 你明白嗎 明白 那我就負責站在中間 就像我們的節目一樣 對… 所以記者有記者說 藝人有藝人說 我們站在中間 大家每個人都說 我沒有說偏幫面面,對吧 但是有一件事… 你有偏幫,你有偏幫藝術師 你也有偏幫藝術師 你也有偏幫藝術師 有一個人都留在全中立 偏幫我去接受 怎樣… 你有偏幫藝術師 我想問一件事 你弄清楚自己立場 我今天想說一件事 我私人士 我真的感謝你們傳媒 我覺得你們很公道 我告訴你一件事 最近三月時發生 很多時候都會有狗仔跟著我 究竟是甚麼事 原來有一個人 不停向每間的報館雜誌報料 就說我吸毒了十多年 對… 死定了 好像你這樣一身形 然後又是真的 你還沒有臉色 然後呢 你還沒有臉色 甚麼毒 還有這麼多錢 你剛才用了甚麼字形容他 死定了… 但我發覺後期 原來你們每一個傳媒的 每一個編輯都很公道 有人跟著我之後發覺 是假的,不用登記… 這件事我要稱讚你們 原來你們每一則新聞 有人報料你們都會看清楚 你能否公道呢?我稱讚你們 稍後回來繼續 講一個講真相的節目 稍後見 歡迎大家繼續娛樂審四公 題目就是藝人論證 究竟有危還是有機 有些人說說完政治之後 會被人封殺 有沒有這些資料顯示 有 其實有很多藝人 喜歡在微博發表自己的言論 其實今年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伊能靖 在微博上聲援南方週末 這個報紙雜誌 不過可惜 因為他聲援了之後 他的工作被取消了 因為他本身在中國電視台主持一個節目 就被人停止了主持的合約 其實如果再回到歷史看見 有很多藝人都因為表態之後 而不能在那個地方登台或演出 那是封殺令? 是封殺令 給大家看看 Hi TV Search 最早被封殺的藝人 就要數到歌后鄧麗君 上世紀80年代 有傳來地一時指他的 多聲活令階級鬥爭軟化 一時又說他是台灣的間諜 以各種理由將他封殺 梅艷芳也因為歌曲的問題被封殺 她在1995年的廣州演唱會上 被歌迷苦苦要求之下 唱了這麼多壞女孩 就這樣被封殺到2002年才解禁 張惠妹就因為2000年的時候 在台灣總統陳水扁的奏織典禮上 唱了中華民國的國歌 被指為挺陸的藝人 如遭內地封殺 同樣地台灣都會封殺 有內地政治背景的藝人 就像汪明泉一樣 在1988年至1998年 成為了全國人大代表之後 就被台灣封殺 那十年 無線唯有不讓他拍劇 只好專心做主持 雖然近年已經很少發生封殺的事件 但講到敏感話題的時候 都有辦法令他們自動收聲 就像王偉民在聲門反國教期間 就收到封口的短訊 而杜汶澤自爆 收到很多中間營的電話要他封口 而且張敬軒為了派影 在內地居住的父母 最後也要收口 所以藝人要作政治表態 除了牽連工作之外 亦有機會波及家人 怪不得很多人都說對政治中立 看完所有資料 我反而有一個問題 或者幫一些藝人扭轉 大家在網上的一個傳聞 不過在問這個問題之前 我要問問蓮博士 蓮博士 有沒有一些人 譬如我自己身為中國人 如果一些國家跟中國不合適 我暗地裡也不喜歡他 譬如很愛自己 譬如北韓人 或者很愛不喜歡南韓 就是南韓或者不喜歡北韓 但為何他們的民族意識這麼強 有些藝人 這真是因為從小到大的教育 除了教育之外 國家對他很好 可能給了一些他沒有飯吃 給他有飯吃 沒有書讀 給他有書讀 可能對他父母那一代都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家人都會教他 其實國家對我們很好 當他長大了的時候 他依然是有這種心情在 你當是回饋國家也好 你覺得是繼續愛國家也好 都會有他的表現在 他會說其實我是愛我的國家 其他人有些不合適 其實我不應該是接受的 是 會有這件事 是因為受過恩惠 可能是上兩代或自己小時候都受過 這是正面的看法 正面的看法 副面的看法就是 其實國家正在洗腦 我明白… 我明白為何不合 那些人那麼淒涼 因為他洗腦了 為何我這樣說呢 我想可能是正面的看法 因為我剛才看過資料的時候 其實鄧麗君沒有被國內封殺 鄧麗君其實自己也不太願意去國內唱歌 因為他覺得自己身為一個台灣人 因為他喜歡盧軍 或者他自己等如蓮博士說 他很愛台灣 變成他走過對面唱歌 好像有愧於自己的地方 所以他就不走進去中國唱 如果你說封殺他的話 其實全中國四周 你聽到鄧麗君的歌曲 是吧 都說有中國人的地方 就有鄧麗君的歌聲 是吧 而我聽到鄧麗君的歌聲 我當年跟鄧麗君認識的時候 我鄧麗君 鄧麗君因為他自己很愛中國 他很愛中國 他未必是愛黨 現在是愛黨 做過勇敢中國人 對 他做過勇敢中國人 變成以前 我自己覺得有不公平的 我其實剛出來拍電影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 凡是拍電影的人 你的電影又在台灣上 你就要進入一個自由工會 我還要付錢進去 但是那個會是台灣的 叫自由工會 如果我們不給錢進這個自由工會 我的電影就不可以在台灣 打我的名字出來 我只是一個無名的事 是呀… 即是有角色都不可以有名 不可以 要公會會員才可以打名 這是這麼多年 電影的人都知道一個規矩 當年Alisa姐說我不肯 所以變成她的電影 不可以在台灣上 電影不可以在台灣上 市場… 你這個浮游舞,那個浮游舞 別人就不會請你拍戲 明白 所以她說 其實我愛中國 我都犧牲了很多東西 對嗎 那是堅持的 對,那是堅持的 就是愛國也有堅持的 就像妹姐一樣 那時候我知道 譬如那段時間 六四那段時間 民主國政見宗說 或者是全民眾說 她支持過民運的皇族行動 幫那些民民人士 令到她失去了 回大陸登台的機會 其實我想 很多時候她那一刻的心 是很熱血的 是覺得那件事 我不管那麼多 我想幫一些值得幫的人 我想當年八九那段時間 我上街遊行 我想就算我上完之後 國內說要封殺我 我都無悔 因為那一刻我覺得應該做 人生就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做 但有時候有些事情 又不關那件事 林志玲那樣 她明明想回大陸發展 但問題是 因為她媽媽的問題 她媽媽是很極陸的份子 台灣極陸份子 她的案子跟張敬軒也很相似 張敬軒也是她的 她家裡有一些政治背景 令到她來到 曾經她都想有感言的人 她有時都不如 為了家裡著想 不如我小心點 反而反過來有些藝人 簡直不去內地賺食 杜汶澤已經是一個例子 她自己都說過 其實我放棄了大陸的市場 反而在香港的市場 我收到四千萬 有時回大陸拍戲 他們未必收足錢 因為有很多貪官 但杜汶澤 譬如她有時說得太盡 她都會被她的老闆勸她 勸她 收成 她的性格不會錯 我想可愛之處 我經常覺得作為香港人 最可愛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有言論自由 說甚麼 這四個字很值得珍惜 言論自由不是那麼容易得到 好,資料顯示 有沒有一些藝人對政治的反應很不同 其實真的很不同 剛才阿Wing就說過 杜汶澤是勇於表達自己的 但有些人覺得政治這些太尷尬 可能會有些反效果 會否被人封殺 所以他選擇自我審查了 或者只是封口不說 有哪些藝人是這樣做 可以給大家看一些例子 好 下一個TV搜尋 當日黃遠之在Facebook寫了一句 我討厭政治 立刻被人圍剿批評 令很多藝人都得意借鏡 是我審查了才回答相關的議題 以免得罪市民影響人氣 所以很多歌手都選擇 斬腳趾、鼻沙蟲、索性不說 就像挫王林峰一樣 就表示紫江娛樂的事業 做好自己的工作 政治這兩個字 都不可能在他的口中挫出來 亞洲之子鄺瑞克就表示 自己很少留意政治的新聞 而中佳欣BB就以自己 是一個很小膽和很安全的人 來推走政治這兩個字 不過仍然有藝人不怕後果高調論證 就像歐錦棠一樣 就非常熱衷政治 無論國教、碼頭工人事件 或七一遊行都勇於表態 被獲鋒為良心藝人 而黃耀明自從公開出櫃 以及不斷為同志爭取利益之後 就得到不少市民的支持 黃秋、生和杜汶澤 亦經常透過網上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 得到不少政評 令人氣不斷地上升 所以現在藝人勇於發表幾件 都未必是一件壞事 好,很想問問五位娛樂專家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你們可以有權回答我 就是,你們會否覺得有些人 去利用政治,去抽水和領粉絲呢 即是有了 有,太多了 為甚麼呢?我想聽聽 吳雄強硬要找些東西來講 即是騙禮 騙禮,但是可以爭取到你們的表面 以為 以為,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有些爭取禮 帶來負面的影 他已經沒有甚麼 他已經零了 但通常這些他只可以說一兩次 之後人家就知道他沒有底 所以我猜到那些藝人就不要抽政治水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 不如糟糕 是…我明白 但你又看到有某些叫做 不是太紅的藝人 應該這樣說 他又故意想碰這件事 令到你們留意 對不對? 對 他忍你們留意 沒錯… 很紅的那些都會這樣做 很紅的那些? 對 每次都會… 我常常認是你們問他 他自己不問他 他自己都會亂說話 對 不過裡面夾雜一些 是真的很想表態的 不過剛才你說 吳洪那些是… 因為抽政治水 其實是… 很危險 很明顯會被人看到 會被一些大家熟悉政治的人 看到你的動機 其實這樣做法就等同玩火自殺 還有現在的市民 普遍來說是很聰明的 即是你是真是抽水 還是你鹽之有物 一定會看得出來 一定會看得出來 但你們高登 是不是… 如果表態的藝人 你們會比較喜歡 表態的程度看他怎樣 譬如說我黃遠之做例子 黃遠之其實我覺得 他用對記者的方法 在網上說 因為對記者的方法 一般都是很含糊 在網上相反來說 你要說的東西比較清晰 因為會轉載 那些信息會有誤差 當你說得不清晰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 一旦被人截圖就出事 對,就會出事 就會被人誤會了你的意思 是 那你還沒回答我 其實是表態的藝人 你們會比較喜歡 還是沒那麼喜歡 其實表態會比較喜歡 但他的態度是怎樣 你看看 因為其實高登也跟我的一樣 越敢言越好 就是現在是新的世代 沒錯… 起初大家說真相 對嗎 但當然最重要是有料 你不說吧 好了,蓮博士 我問這個問題 問這個問題就是 我剛才剛才說的 你要去講政治 你要付出 那為甚麼人會這樣挑戰這條線 藝人,我說藝人 他也說了一點點 因為他沒有甚麼新聞 而在圈內其實不太多人說 政治其實相對來說 大家都不是很想說 所以他一說出來的時候 也是一個爆點 他就試一下 說完之後他沒有甚麼書 甚至乎他說完之後 那個政黨說 我還沒有藝人撐 不如你出來幫忙 我見過 其實有些事實出現過 那為甚麼他有小贏 拿了一些回去 是吧 所以他就會成功了 沒錯 當然我相信有人 真心支持 即是某一邊 所以他站出來 我不介意 去用我自己的演藝生命來換取 不過有些真的會受到危險 例如我有個朋友 他真的拿這些話題來寫一首歌 雖然在網上也有人討論 但是各個電台都不可以上榜 我想問是因為那首歌牽涉到政治嗎 那個政治 是的 所以就 因為電台就不爆了 沒有得上榜 說明了 即是那些台長就跟他說 你這首歌是很好聽的 也有個訊息 我很認同的 但是因為你知道那首歌裡面 都是涉及關於說這些民主的東西 所以我們都不是很方便 幫到你上榜 那現在網絡世界已經好了 所以他就要付出 他就要付出 但當然他也可能得益 就是得了一群大家共同 是的 他會多了這一群的粉絲 剛剛才 可能在網絡世界聽 我聽到更多電台聽 不是,有話題,那段時間 是嗎? 只是說一說 不是,我看見他也有在維園唱歌 也就是那段時間 是誰… 就是這樣 我知道你說誰 我們跟人不同命 是… 真是靈性不同 好,今天你表態了 我已經表態了 你表態了,對吧 對,沒錯 表態了,你支持甚麼 支持就是… 我自己有自己的政治立場 你不表態 你說甚麼… 你自己說甚麼 這些就是你… 你不是要我成功嗎 這些合物其辭 如果在高登方面 是否一看就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你放棄吧 是示範一些反的例子 因為剛才有些明明是這樣的 好的,他很聰明 在這個面前不可以人人表態 馬上表態 要這個就結案陳詞 小文 說雖然棄子無情 但我深信他們都是有情的 不表態是… 不想找不到吃 好的 好,聽聽春藝的結案陳詞 說政治是需要表態的立場 我很鼓勵藝人 按著自己的良心 去掃諸他的立場 告訴別人 不過小心淪為政治工具 好的,這個有些是 小心淪為政治工具 聽聽Kawaii的結案陳詞 好,我認為 藝人說政治就像談戀愛一樣 有些人見光就馬上死 有些人見光就很多人支持他 祝福他 不過我自己就贊成地下情 你一直都是教過這件事 我都知道 聽聽這個賢博士的結案陳詞 其實藝人論證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全職去做的話 既然有抱負 就好像阿樂水華 要求藝人讀多些書 有一件事 這個項目就是 無論你說哪件事 就算你說畫畫 你會找畫畫的知識 你說跳舞 你會找一些跳舞的知識 政治都一樣 讀多些書 知道兩黨或所有東西 你就可以繼續說下去 即是說你們不介意說政治 不過要讀多些書 絕對站在中立的位置 就是這個娛樂審死官 在這個娛樂節目裡面 就站在中間的位置 你有權說話 你也有權說話 你對你也未必錯 在你中間就繼續走上去 好,下星期就見到 拜拜 拜拜